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2月27日,中共全国人大把一张超级大的退场券递给了包括秦刚在内的11人 你没听错,就是11个 这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想,这是要开启什么新篇章啊 这场退出游戏的操作,绝对让不少吃瓜群众瞪大的眼睛期待着下一集的剧情发展 在这场激烈的中共军队清洗大戏中,有两位角色特别引人注目 一位是曾经的陆军装备部老大,后来晋升为中部战区副司令的李志忠中将 另一位则是火箭界的硬核专家冯杰宏 从去年的中共两会一直到现在,这场军队版的反腐大战似乎一刻也没停歇 从火箭军打响第一枪,波及到装备发展部各大军种 乃至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一大波军工企业 简直就是一场横扫全军的清洗风暴 公开报道披露的名单上,星光异异的将领们一个接一个登场 包括曾经的国防部长兼火箭军首任司令员魏凤和上将 还有担任过国防部长、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上将 从第二任司令员周亚宁上将到第三任司令员李玉超上将 再到一系列的副司令和政委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装备发展部也不甘落后 从副部长到舰队司令员变动如同换衣服一般日常 不仅仅是军队内部 连航天和军工界的大佬们也加入了这场谁是卧底的游戏 从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到航天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再到兵器工业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的高管 简直就是一场精英角色的群星会 最震撼的是 加拿大的智库分析师都惊呼 在我们对火箭军的深度挖掘中 竟然有大约70位高层被请去喝茶了 至于这些被请去的高级将领和官员 到现在没有任何官方消息透露他们的去向 为什么这些被失踪的高级将领 中共当局没有给出任何交代 或许有这么几点原因 首先是习近平的面子问题 这些被习近平亲手挑选的高级将领和军工企业高官 无一例外都是习家军的重要成员 如果这些人因为违纪被公开处理 那简直就像是在直播习近平的选人不审现场 这面子丢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于是习近平当局施展了一系列的障眼法 暗箱操作 轻而易举 必须公开 那就来个由爆皮爬半遮面 让你看得见猜不透 能拖则拖 拖到你都快忘了 还有这么回事 至于糊弄这招 那更是家常便饭 糊弄得你头昏脑胀 如果实在糊弄不过去了 那就来个最终计 装容作哑 什么都不说 让这场戏更添几分悬疑 第二点是担心军队造反 想一想 中共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条深信不疑 在这个信条的指导下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 就一直在努力把握住那些能发射真子弹的遥控器 从2013年开始 习近平开启了自己的清洗模式 决心要把所有可能对自己椅子构成威胁的人 统统请出去 直到二十大前夕 这场清洗已经席卷了170多位高级将领 连徐彩后 郭伯雄这样的大佬都没能逃过一劫 说到这 不禁让人想到 习近平查办的将军数量 都快要超过历史上所有战争中牺牲的将军总和了 但这背后 有个更加剧情紧张的问题 那些被查的将军们的家属 亲友团 甚至他们的幕后老板 对习近平可谓是恨之入骨 他们中的一些人 不仅仅是想要把习近平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 甚至有的还想要让习近平彻底退休 现在 又有这么一大批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高官 人间蒸发 整个军队都在八卦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背叛了习 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贪了多少钱 到底有多坏 这些都成了习近平不敢对全军官兵公开的秘密 毕竟如果这些事情一旦公开 谁知道那些手握真枪实弹的家伙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上演一场现实版的复仇者联盟呢 第三点 害怕军队的弱点被暴露 中共的火箭军就像是习近平版的星球大战里的主角军团 拥有可以向天空发射的中远程导弹 乃至洲际弹道导弹 简直是习近平手中的王牌 用来在国际象棋棋盘上和其他大国博弈的重要棋子 这支部队不仅是中国向外展示军事肌肉的戾气 更是习近平心中的骄傲 被誉为国家安全的守护神 然而 就像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剧情一样 这支军队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据说 这里的金钱游戏玩得比狼人杀还精彩 从太空到深海 这些高科技装备背后的资金流动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级别 但是 这样一支重要的军队 竟然也没能逃脱腐败的魔掌 从高层到基层 权钱交易 权力游戏应有尽有 中共军队的严重腐败 导致其军事指挥 战略 战术 装备 后勤保障等 都存在巨大隐患 比如 2020年8月26日 火箭军向南海发射四枚中程弹道导弹 但只有两枚击中目标 另外两枚不知掉到什么地方了 随后 不少中国民众发现 一枚坠落在广西 另一枚下落不明 2022年8月4日 火箭军向台湾北部 南部及东部海域 发射11枚东风导弹 结果 5枚落到日本专属经济海域 这是中共弹道导弹 首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引发日本强烈抗议 更有甚者 彭博社曾报道 中共火箭军里面竟然有导弹装的是水 不是燃料 还有的导弹发射井的盖子开不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决定给火箭军来个大换血 而且换血的不是内部人士 而是从海军空军里跳的新血液 这一切的背后都透露出一个信息 如果把火箭军的这些问题摆到阳光下来晒晒 那火箭军的弱点可能就会暴露无遗 这对于习近平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 第四点 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李商福在重要职位上的表演时间 不过短短五个月就这样突然被换绝了 这不禁让人好奇 五个月前是谁给了他这个角色 又是谁在背后操纵剧本 让他突然失去光环 如果他真的不适合这个角色 那他还适合保留其他角色吗 如果不适合 为什么还没人来下架他的其他角色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 为什么在没有召开正式会议的情况下 就悄悄改变了他的角色设置 这背后的导演又是谁呢 如果中共真正站在中国人民这边 那这整个剧情的每一个转折点 都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观众 让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 这整个剧情的发展 对于亿万观众来说 都像是被蒙在鼓里 只能猜测剧情的走向而已 这不仅仅是剧情的问题 更是关乎合法性的大问题 如果一个政权不代表人民 那它的合法性自然是值得质疑的 就像是一部电影 如果演员不是为了观众演戏 那这部电影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可能比剧中任何一个反转都要复杂 也更加值得深思 习近平在中共的大舞台上 已经演了11年的主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能够轻松地指挥这场政治交响乐 相反 看起来他在尝试指挥的时候 乐队里的一些乐手似乎并不买账 甚至有人在暗地里换了乐谱 尤其是在他谋求连任的这段历程中 好像是在进行一场全员参与的真人秀挑战 几乎把所有可能的派系 江派 元老派 太子党 团派 改革开放派 还有那些坐在低排的军队高级将领们 全部得罪了一遍 现在连自己的习家军中的一些人 也开始不高兴了 这个局面就像是一部集合了所有悬疑元素的电影 中共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从中国的南到北 从东到西 甚至从国内到国外 似乎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等待着某个剧情的反转 中共内部的这种斗争哲学 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齿轮 推动着这场清洗的剧情继续向前发展 随着习近平树敌越来越多 那些不满的声音在军队中也越来越响亮 如果真的出现了某个无法预料的黑天鹅事件 这部电影的主角习近平可能会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 兵变 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古代戏剧中的情节 但在这个政治大剧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